Hello 大家好 我是Melody 今天由零開始 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怎樣由零開始學Static Pole 大家知不知道Pole其實有分兩種 第一款就是Spinning Pole 第二款就是Static Pole Spinning Pole的意思就是 Pole自己懂得轉 而Static Pole的Pole是不懂得轉的 如果你來到Melody Pole Studio 上我們的Beginner課程 我們的Beginner班和Level班 都是用Spinning Pole的 到底Spinning Pole和Static Pole 用起來的樣子有什麼不同 技巧方面有什麼分別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PoleDance Video 就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按下小鈴鐺 有新片的時候你就會收到通知了 還有不要忘記要Like和Share我們的Pose 讓更多人認識PoleDance和PoleDance的好處 首先我們先說一下Static Pole 我們來看看這支Pole 它是不會轉的 無論你怎樣扭它 它都是定了在同一個位置 但Spinning Pole是怎樣的呢 Spinning Pole就好像這一支 當你轉的時候 整支Pole是會自轉的 所以當我們在Spinning Pole做動作 我們只要給它一點力 這支Pole就會自己轉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用力抓緊的Pole 讓我們可以hold在同一個高度 不滑下來 我們用Spinning Pole的時候 手握力就非常之重要 但是在Static Pole就不同了 因為Static Pole是不會轉的 如果我給一點力而抓到這支Pole很緊 你就會發現我不轉之餘 有時還會向後轉 我們怎樣才可以在Static Pole 轉到一個圈呢 答案就是 我們的手不要捉得太緊 如果你用Spinning Pole的手握法 去玩Static Pole的話 你就會發現自己沒有動力 而且這支Pole不會轉 不如我們來看看Static Pole的手應該怎樣做 好啊 當我做一個動作之前 我的手依然會捉緊 但是當我一開始轉圈 你留意一下我上面的手 上面的手當我一轉圈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放鬆 讓它從上面開始慢慢滑下來 因為要在Static Pole做出一個轉的效果 除了要你給它動力之外 就是要你能夠把手的Grip放鬆一點 讓它滑下來 因為如果你給它很大的動力 但是你的手死不動的話 依然會轉不到 所以Static Pole就需要配合放鬆一點 上面的Grip 不如我們現在來看一次 在Spinning Pole做一個Chair的Spin 以及在Static Pole做一個Chair的Spin 有什麼不同呢 我現在首先在Static Pole做一次 記得Static Pole我們需要給它大一點的動力 而且上面的手需要放鬆一點 如果我們用Spinning Pole的時候 用回剛才Static Pole那一刻 這麼大力的飛向右上落地 你有沒有發現在Spinning Pole 原來當你很大力地拼著它 又把上手滑下來 它竟然會立即停下來 所以在Spinning Pole 我們不需要給它太大的動力 我們需要把上面的手捉緊 當你想下來的時候 便滑下上手的Grip 大家看不看得出Spinning Pole 和Static Pole的分別呢 我們下次由零開始 再跟大家分析下第二的動作 大家看不看啊 我們下次再見吧 我們下次再見吧 我們下次再見吧